为了让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25岁 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计划推出新的房屋计划 让首购族有能力负担房子的头期款项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南都斯里里扎马利肯 今天出席一项可负担房屋计划批准信颁发已示后 向媒体表示当局已经向国家银行提交有关 促进购买房屋的建议 希望这项计划能够在即将公布的 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批准 以协助人民购买房屋